那下一个呢 我们就问 那结果佛陀到底怎么回答 佛陀是前后当中 他是怎么面对 同样的第二分的问法 跟第十七分的问法 到底佛陀是怎么回答 我们来看 这个对于第一个 云和阴柱 佛陀就说 你们注意看 善哉善哉如辱所说 如来是如此的善护念 善护这些发心的菩萨 而且叮咛的这些菩萨 你要听好哦 我当位如说 我来问你说 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如是助 等一下还有如是降伏其心 应如是助 如是降伏其心 第一段要我们应如是助 你把心安住在哪里 出发心的菩萨 佛陀提心我们 当你起烦恼的时候 我们要把心安住在菩提心上 不要退转 就是师父常说的 不忘初心 不要退转 这个是金刚经佛陀告诉我们的 你就保认着这个菩提心 就对了 不要令退转 所以在自觉的道路上 我时时要保认这个菩提心 那对于九发心的菩萨 佛陀告诉虚菩提 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者 当身如是心 我应该当令众生 升起菩提心 有些到了绝他的部分 我要帮助众生 升起菩提心 令众生不要退转 有时候你们可能很难想象 当一个信徒 很不开心 跟你说 我不要来 这句话 有时候会让我们很伤心 不是说他对我好或不好 而是会让我感觉到 哎呀 我没有足够的智慧 让他感觉到 佛 学佛真好 就我就觉得 是不是我的方法上 还要再调整 是不是怎么样让他 来的时候是得到欢喜的 所以我们也会很自责 觉得说当信徒 没有办法满足了 他在这个地方学佛 甚至觉得 可能人我之间 他起了烦恼 这个退转了 他很容易说 我不要来了 我退转了 他退转 看起来很容易 但是在我们 在修菩萨道而言 就会很惦念着 他在累劫当中 好不容易升起 这个菩提道心 可是却因为一些 人我之间的摩擦 而退转 不是非常的可惜吗 所以他会让我们 会思索着 到底用什么方法 让他安住其心呢 我想这就是另外一层 菩萨的一些思考的面向 好那 同样的 如何 云和降伏其心 这几乎就是这部经 所谓的玻璃 就在这其中 所谓的金刚 如果把玻璃形容 金刚能摧毁一切的烦恼 云和降伏其心 关键其实就在这些内容里面 在第三分里面可以看到 修菩提 就是佛陀告 修菩提说 诸菩萨摩拉 所有的菩萨 都如是降伏其心 我们到底要降伏什么 烦恼心 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起妄想心呢 其实一切 我们所有一切众生 软生胎生 失生化生 等一下我们会讲 一切众生 我都希望能够令 众生能够入无于涅槃 如是灭度 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我们希望一切众生 能够进入一切的极灭 也就是不再受 任何的烦恼的牵缠 甚至呢 得到究竟的解脱 可是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事实上没有一个众生 所谓的可灭度 何以故 因为如果有所有的菩萨 有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这个就不是菩萨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个行菩萨道的人 如果我还以为 有一个众生可度 那我又落入了 我像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这个地方呢 各位 你很难去想象说 金刚经原来 它其实是要跟我们讲 那个菩萨的智慧 那个菩萨是来自于 我们产生自我 因为对于一个法的 究竟不能理解 所以我们常常困惑在 人我之间 困惑在 有一个什么可得 常常会有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 有些信徒来这边 参加一次两次三次 他就说 师父都没看到我 师父都没有赞叹我 其实他很在意 很在意别人 其实这也不是一般 就是说我们在寺庙看到 很多人在人生的道理上 也常常很在意 比如他的长官 怎么没有看中他 或者是也有一种 说我对你很好 你怎么没看到我 我对你那么好 这个其实很粗浅 意思就是说 我们常常看似我在付出 可是我以为 我有一个付出的对象 他怎么都没看到 我又落入了一个新的烦恼 所以各位 就是等一会儿提到的 不失也是一样的 我有一个法可得 或是我有一个众生可度 或是有一个 一个什么可不失 住相而不失的话 我就会落入 另外一个困扰当中 会在意着 他到底有没有看到 我对他那么好 父母亲对孩子 也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期盼 当然很多父母亲是 我没有付出的一个 想要得到什么报酬 没有 父母亲就是完全 无条件的给 但是当孩子 伤害了父母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害我这样一辈子 对你这么样的付出 你都没有想到 父母有多么辛苦 如果菩萨这么去想 他还是会落入 一个困惑跟烦恼 甚至很痛苦当中 所以我想 这个站在一个 不住相当中 让我们很自在 我不会陷入 我给你就很欢喜 你欢喜就好 我就是 我供养你这份 这一餐 要帮助穷人 我心里头也没有一个 我好了不起 我帮助你 没有 就是觉得 我尽一点 微薄之力 谢谢你愿意接受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一个 不住相 不失的菩萨 是非常自由 非常宽阔的 那第二个 对于如何降伏其心 我们可以看到 佛陀说 善男子善女人 这边你可以看到 当生如是心 我因灭度一切众生 灭度一切众生 而我众生 而没有一众生 得灭度者 就是 这个就是前面说的 没有 实物众生得灭度者 是一样的 不住相 但是后面又说 若菩萨有我像众生 像 这个也是一样 实物 这个 这个一样的 就我如果又落入了 我像人像众生 极非菩萨 为什么 虚菩提 实物有法 发怒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边也可以注意到 就是没有一法 是发怒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果一个菩萨 还有我所谓的发 我是发心菩萨 我才来的 你没看到吗 这也会有这样子 我来受戒 师父 你有没有看到 我受戒了 你看我戒巴 有一法可得 实物有法 得 奥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都是 以为有一法可得 这一旦有一法可得 常常就会落入了 又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烦恼里头 这个 跟各位讲 这个 等一下我们还在多讲 对于法的一种执着 你想想看 无论是发心菩萨也好 或得 得奥多罗三秒三菩提 已经得了奥多罗三菩提 它有层次上的 就是你到了初地 二地 三地 到这个 每一层 每一层 一年级 二年级 上去的每一层的菩萨 他所面对的考验 是不一样的 我们觉得 甚至 就是我们出家 也是一样 我已经 就是我们做会长 我已经做到这样子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已经做到这样子了 这样子 我还有个这样子 认为我做的怎样子了 所以 这个都落入了另外一种的 执着跟烦恼 所以从自觉觉他 到觉醒圆满的过程当中 菩萨是安住在 发心上 不退转 各位 你一旦有退转 这个真的要 重新的解释 所以以不住向 不住法 来避免落入了 我直 跟法直 而去实践菩萨道 一直到成佛 各位 明白说 当我有烦恼的时候 我其实要反过来 我是不是又落入了 我直 我是不是落入了 法直 我如果有一法可得 我有一个什么 我是发心的 师父啊 你看 我有一个勋章在这里 我得到一个什么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当然 有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我有一个什么身份 我有一个的什么的时候 像各位 很多时候 我没有头衔 没有负担 有的头衔呢 就会觉得 别人应该对我怎么样 所以那个有头衔 就是住一个法里面 住在一个法里面 以为我有一个什么 其实这些都是在生活细节当中 我们都可以去反观 去省私的部分 我也有个人 在生活细节当中 有什么事 我们都可以去放美 有什么事 你 disappeared 你 你们可 因为你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